好 那这边的话 今天也是看到了老干爹 他启用了新的中单 是EAN 那EAN之前在LCK的话 是效率于MVP战队 MVP在17年春季赛的状态非常好 他当时的辛达拉射 有拿下过一个八连胜 对 就是当时我们 用一个比喻说他超神了 结果超神了之后 对 然后我记得那辆 我解说的他八连胜 我们说 辛达拉拿出来 有可能赢阿菲卡 因为阿菲卡强队嘛 但是我就 哇 这个有可能很厉害 因为那场是阿菲卡投铁不搬 但就是在他辛达拉连胜那段时间 大多数队伍都会选择 把他辛达拉扳掉 然后后来那场就酷尔拿了个难刀 然后暴打 076那场 我们本来以为是一个八九连胜来着 是的 然后当时的话 燕选手给我们的一个印象吧 他的刷子玩得非常开锐 但是他的缺点就是 他的英雄是仅限于 之前的英雄是仅限于像法师 一刷子类型的 他几乎是没有四个 也没有这种战士 也不知道最近有没有练 好 先看一下 这边的话是危机的首发名单 是上单车离子打野X 然后中单的话 这下就泡泡南风 J他目前到现在为止的话 使用了11个不同的中单英雄 各个类型都有 包括无论说是射手 以及像是这种偏坦克类型 偏刷的都有 双C就交相互应嘛 反正ADC也是目前 选出来九个不同的英雄 相当的优秀 好像除了西约尔没选出来 其他ADC你能想到的 其他人是不用的他都有 对 那这边给到老干爹的阵容 好 沙特戴斯打野Condi 中单的燕 以及夏洛Krama和平野铃 这是先老干爹的一个首发名单 是的 之前放的一个首发名单的话 是有看到好像是准备要启用Amy 但是这边的话 还是在首发正式里面是启用了Condi 老干爹来的时候我们也问了一下 老干爹不肯战胜 燕选手很久不见了 他之前其实在尤其是17年春季赛 MVP整体状态比较好的时候 他是作为MVP的一个核心carry点 他都不住 然后之后来说的话 去年的夏季赛和春季赛 MVP都是处于一个宝级边缘 后来就直接调集了 MVP就是队伍对于他来说的话 其实一直就燕他是一个carry点 但是因为他玩的是一个 偏法师类型的 这种一般前俏发育 所以他也不会说太多的去优得 其实在这种情况下 他哪怕中单拿到优势 也做不到太大的事情 对的 而且鲜少去用那些 带节奏能力特别强的 所以说版本变迁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他有点力不从心 包括我们看到18年的一个英雄选择 大概率是在比如说沙皇 然后瑞兹这种献霸 或者推陷打到后期 才能展现出自己英雄 特色 英雄作用的一些英雄 所以看这一次英雄选业方面来说 能不能拿得更加的多样化一些 因为在J这边来说的话 他拿的英雄非常的多 然后在打野如果稍微对比一下的话 两边的打野其实都是偏向于那种 说前期想要去带节奏 对 而且突然有这样一个想法 就是因为Kurama 其实他也是一个比较能够carry的AD选手吧 那其实我们之前看到Yuki在场上的时候 两个C位 两个C位 其实是可能更多的资源 只能保给一个局势 所以这一场来说的话 其实可以稍微保一下AD 因为在这个版本来说吧 卡莎依旧强势 这是应该说比较靠后的9.2版本的比赛来 因为过了几天可能就要改成9.4版本 那现在卡莎也比较强势 而这个英雄也是Kurama用的 最多的一个英雄 所以在这场比赛里面看 能不能借助这个英雄最后的一个强势版本 就这几个版本来说的话 就只有这个版本强势一点了 因为他就两个装备能够直接进化Q1嘛 所以看他能不能够把这个英雄发挥出去 对了 那除了AD的话 其实上单位值也非常非常的关键吧 因为车里子其实他更多的会选有一些 单代型的英雄像武器啊这些什么之类的 对了 所以说这一场他的上单位值也要好好打才是 那在比赛开始之前他有一段采访 让我们来一起听一下他说了些什么 我觉得现在版本的上路强势英雄有 剑魔 厄加特 厄鱼这样的英雄 然后我自己比较喜欢凯南这样的英雄 因为他是我们教练龙哥的成名英雄 我也想把他玩好 说到凯南 想起来上一场打死那个的时候 第一局其实就选择了凯南 第三 尤其是第一局里面 他们的打野被选择了波比嘛 这两个点位选择的 让他们直接很顺利地赢下了第一局 其实龙哥高牌英雄挺多的 因为他很多英雄玩的都很好 无论说坦克 还是说这种法师 磁克这种 他玩上台玩的都很多 而且都很好 这种其实就是属于怎么说呢 他比较全能的 像这种选手是非常难得的 其实说龙哥也是因为最初大了 然后再加上 这么着急 不是 他因为伤病那段时间 实在是没办法 后来是选择了转局做教练 但是现在在教练位置其实也挺不错的吧 对 那这边Yan 看能不能够把自己英雄识稍微拓展一下 或者说拿到辛德拉也不错 因为现在佐伊也是一个比较强势的英雄 佐伊的连胜已经被终结了 昨天已经被下荡了 昨天的话是刚好15连胜 在斯内克手中被终结掉了 不过今天这一场 就算是把佐伊放出来的话 其实尹燕的辛德拉 我觉得是完全完全可以对抗的 因为辛德拉这个英雄确实比较好上手 但是就把他真正玩的出彩的人 并没有那么多 因为我们自己想想 在奥匹辛德拉玩的好的几个选手 像Scout 以及这边来说的话 还有这边来说 还有Rookie 都玩得非常不错 那这边 多利多兹他来了 我们进入到了BP环节 首先蓝色王的VG是搬掉了 卡莎 卡莎不给的 然后冰玉也搬掉 还有一手青冈影 青冈影是抗体之前非常喜欢用的 一个打野英雄 这边的话 请大家看奥票就是多利多兹 10克精髓 10克够位 那这里的话还有最后一手扮人 现在帆额加测 这个是车体子用的比较多的英雄 是 总结说是这个赛季车体 总有最多的一个选手 左一和蛇女也是给到了班位上 现在左一 虽然被杀荡了一局 但整体的数据还是太过豪华 然后这边是知道 Krama太喜欢卡莎了 所以选择直接搬掉 搬掉卡莎 打一手卢西安 现在场外 其实AD英雄的话 EZ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EZ塔姆可以一套 然后VG这边是可以拿布隆的 但是拿EZ塔姆下来之后的话 这个组合也不怕 因为这个组合可能会 就在下路绝对不会限于劣势 而且时不时下路推完线 EZ等级高了推线快 那就出兵权之后推线快吧 推完之后直接可以塔姆开车去游走 是 刚刚选择塔姆之后 平野铃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看一下这边怎么选 第二手 持之不选 选了个阿卡莉 这个阿卡莉有讲究的 因为现在阿卡莉是一个互拿位 现在是可以打上单也可以打中的 不过这也是9.2版本的绝唱 也9.4版本的削弱 让阿卡莉几乎上不了场 可以上枪 可以上枪 这个英雄确实上不了 茫僧 VG前期之后拿得很强势 可以辅助加利奥 当然也有可能是中单加利奥 因为我们今天还聊到加利奥这个英雄 我们就说现在除了尖忌之外 还有哪个队拿过中单加利奥 然后仔细一看 VG好像拿过 但是他那场好像也是15号还是25号的时候 就用过一次 就是后面后面就没怎么再用过 这边看一下老干爹怎么拿 维鲁斯 人在塔战是假的 维鲁斯是真的 维鲁斯加塔5的下路组合 那还是想打一个后期carry 现在选人都在摇 老干爹这边的话是中上摇 那这边的话VG是 VG是一个中单和辅助的摇 但是老干爹是没选打野 之前W打老干爹的时候 我们是也有一盘大舅子 选到维鲁斯 后期就真的是很强 如果他们保护得好的话 所以现在9.2版本 这个暴击装还没改 所以维鲁斯依然是可以出破外洋刀那一套 那一套非常强 先把妖姬给搬下 鬼附妖姬直接没了 看一下维鲁这边如何搬人 现在是可以搬下打野的 因为老干爹这边 就如果要搬的话 可以搬下奥拉夫什么之类的 芒斯是有点怕这英雄 而且康蒂之天也用 奥拉夫直接搬了 奥拉夫给搬了 那他老干爹这边怎么继续争队 可以再搬一下 就要保中单的话 可以继续再搬一下 吸血鬼 吸血鬼 他这盘NOC要不要搬 有一个塔姆可以抓边的话 他如果打野队齿再来一个NOC双重保障 但是也有一点点不利于团战 抓边有NOC确实是不错 但是如果你选NOC的话 上来你就只能补坦克 上周只能补一个坦克来开团 对的 因为塔姆这个英雄 打到后期是一定要去做保护的 而且NOC他中期的时候比较厉害带节奏 看一下这边要不要防一手 赵信 赵信 他能够开团点 那现在还有卡蜜尔 卡蜜尔已经搬了 卡蜜尔已经搬了 那卡蜜尔就只有什么 就只有梦魇之类的 蝎子 蝎子也不错 因为塔姆在自己这边 现在看到蝎子 能想到一串数字 嗯 你是想到四个不同的 还是一串一样的 嗯 都有吧 都有 那这边危机 要进行第二轮选人 看一下佳廖走什么位置 瑞兹 这佳廖 应该是个铁服务吧 嗯 主要是之前 应该是拿过这个打中单的 比 西维尔锁了 哎 说啥来啥 他还有鲜尔中单 对 十个 现在这是他使用的第十个 AD英雄 这是 第十个吧 这 他之前用过 他之前用过中单鲜尔 不是我说那个西维尔 西维尔因为AD之前 就是他打了九个不同的英雄 但是没有用过西维尔 之前才说过 炮斧使用了九个不同的英雄 就是不用西维尔 那现在的话 又是使用了西维尔 作为ADC 中单卢西安的话 是之前在对抗SDG的第三局比赛当中 中路打瑞兹 他选择了一手中单卢西安 好 这里的话是选择了上单凯南 也是开始彻底说到的 龙哥玩的比较好的一个英雄 这也是他们教练玩的好的英雄 现在是继承了上单的意志 上个标3里面 也是有用打对抗Snake的时候 而且第一局还是赢下了的 哦 这里要选杰斯 碰上茬子了 哇 瑞兹 瑞兹打凯南是真的好打 瑞兹打凯南是真的好打 之前有那种单代版本的 就是AD凯南的时候 就瑞兹是可以暴打AD凯南 但是AP凯南只是说稍微好打一点 没有那么好打 但是阿卡利这样如果放到中路的话 前枪被卢西安压呀 嗯 而且不知道燕的这种 四个英雄练得怎么样 因为之前我们对他认知 其实是他的英雄式里面比较偏向于法师类型 整体阵容选下 威姬的阵容来说 他中期中也会稍微强一点 而且他发跌点很靠前 并且团战来说的话 第一时间凯南进场 也会为加里奥的第二手控制 整体阵容算是稍微完整一点 只是说威姬的问题是 他这个阵容容错率没有那么高 毕竟没前排吧 对 他没前排 但是老格丁的阵容 其实严格来说前排也不足 只是说他们有坛 对 因为他们有一个蝎子有一个塔姆 然后还有一手开车 他们在红色方 如果实在不行 他们还有一种打法 是他们可以打爆炸果实 打龙 然后开车走 或者说他们有开车 有很多种其他做法 并且抓鞭也非常不错 他找刚才这个人 确要往后期去发育一下 因为他带能力比较强 但是VG这里的话 打团起来是非常非常灵活的 而且得看一下 中单阿卡丽这个 在中路的表现怎么样 因为确实阿卡丽在这个版本 是一个绝唱 而且在其他赛区 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阿卡丽了 这张票依然有看到 毕竟别的赛区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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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9.4 我们还是 我们也快结束了 9.2难的快了 大家也就看一下吧 因为现在我们正式服 平常我们打的夫妻也是9.4了 9.4改动还挺大的 对于AD版本的一个改动 特别是上单 下个版本 像57瑞文这些 除了售极之毛 会在上单成为一个主流英雄 毕竟现在LCK瑞文 也是时常会上到班位上面 上到Pig位上面 所以大家一定要期待一首 这个英雄 感觉这一场 如果说老干爹他不选的打团 是一个最好的打法 他的阵容如果不打团 几乎算是一个 没有破绽的阵容 他的阵容打团好像 不太好接 就是反手打也不行 然后先手打的话 必须得是那种人少 人多打人少的时候才可以 好 跟随我们GLSUV 五位共联盟一起进入召唤石峡谷 今天的第一场对抗 礼拜六大家来看比赛了 进入到招人峡谷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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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观众挺腼腆的 而且我们终于不用再等着 两个队伍喊完了之后 再有一个带头大哥 起来喊一句老干爹 嗯 虽然说每个场地都会有 喊老干爹的 但是老干爹这个场地 喊老干爹的声音特别大 是的 十分响亮 先踩一下蝎子水晶 嗯 小1D这个阵容确实 如果是打分带的话非常好打 嗯 这给草丛差两个也啥意思 哦 凯南这一盘带起风的秘籍 一般来说就肯定大家不要装了 凯南一把还是AP凯南 嗯 而且AD凯南打瑞兹是真打不了 而且AD凯南缓战作用也没有AP的大 嗯 维鲁斯从任 塔姆的守护者 下落这个卖披萨的是迅捷步伐 修尔现在有两种不同的带法 就是有这种致命节奏 又带迅捷步伐 不过维鲁斯确实带从任没有那么多 维鲁斯更多的还是带致命节奏 南风这里选择带的一手点火 比较凶 嗯 这是带的从任 雪之滋味 眼球收集器 还有一个终极猎人 下面的话是选择带了一个法律游戏 和绝对专注 因为现在比赛时长比较短 所以一般来说除了LCK之外 大家带风暴剧器 都没有那么多了 是的 中路对线前期被卢先压也是比较正常的 但是这里细节还可以 嗯 在下个版本Q没回血 然后在塔下就没有那种月塔强杀了 嗯 在塔下烟雾弹也能被塔看到 这样阿凯莉最重要的一个机制 又会被移出游戏 对 没事我们基本上是比赛里面看不到了 嗯 所以说那些大家可能只能在路人里面自己打的时候 自己去体会一下 嗯 我感觉是现在设计师越来越想把一些新的机制加入到游戏里面 但是这些机制加入之后又太OP了 OP怎么办 把它先砍废掉 然后一点一点加强 对应该是惯用套路 这场VGKI上效给到的是59% 确实打了 这个套路打得非常痛 直接挂了双招 看双招换一个闪 而且自己被小兵O了一波 阿凯莉还好他带的是一个多量盾 回复能力还可以 带着迅捷不乏的 嗯 也不怕 而且高能力也有回血 直接A数重刃打一套 打一套 那中路 刚才总感觉路线换的有点亏 上来 哦 又一个已经能拉回来 耍一套花板子 但其实阿凯莉也知道 如果自己墙上跟对面钢一套的话 自己不一定钢得过 嗯 毕竟卢西安 这个蓝量的话 应该是够打一套的 只要打出强攻 后面的伤害都不好说 都回家了 卢西安回去补了个长剑 然后 用一些药水 这边 阿凯莉回家的话 应该一样 嗯 下路这边压一波过来 看到了蝎子的位置 这样刷起来蝎子其实蛮舒服的 因为盲森前面也没做到什么事情 互刷吧 对 互刷 而且很和谐 你刷你的 我刷我的 x过来 来了 车离子 蓝量不是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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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还是走了 毕竟兵线卡在这个位置 瑞兹的走位 还是非常小心的 一般来说 坎南空一波线在这里 是很有可能配合打野 嗯 只要攒一发W的被动 然后QEW上去打一套晕住 然后接盲森的伤害 因为盲森带电行嘛 是很有可能杀的 下路对线也是属于 互相刷刀的状态 这盘前期的话 就这么长 反正老哥那也想往后期去发育 然后VG的话 在中期没有个两件套的时候 他们也不太想打团 而且这个阵容 应该是下路吸入耳道推线 让这个架料和盲森去带节奏 应该是一个加了W的Q 但是设在了泡服的盾上 在这蹲着 主要是野区没东西 现在有一组F6离得比较远 在下路尝试一下 第一条龙刷了个火龙 这火龙 前期下路的对线其实是差不多的 看谁先犯失误吧 这组合能冒出来的火花也不是很大 中路依然还打得不错 在这边 刀没有被压多少 捕完这波应该是被反压一刀 而且他的装备前面是出了长剑之后 又换成了小黄叔 还是要点法强 卡地 控一下河道蟹 因为开始中路先推线 然后做了眼的 是两个针也控住了河道 塔姆也来了 所以这边河蟹也没办法 感觉X只能让 这排一个眼吧 赚个30块 这100多不拿 拿个30块也不过分 是的 上路瑞兹叠水低的期间 其实凯南过得还是比较舒服的 不怕 刷刷刀 但是等级高一些的话 瑞兹配合能力还是挺强的 这凯南河道视野要做做好 主要是凯南很难进瑞兹的身 嗯 这上单瑞兹用来打某些特定的英雄 还是不错的 但是其实现在也得小心一点 如果车离子 他第一波配合自己大招闪剑点燃 然后再加打野的一波伤害 直接杀瑞兹那后面有可能滚雪球的 因为现在滚雪球滚得更快 你杀一波是两层塔皮 那到时候瑞兹没有TP 再上来亏两波兵 再回来自己这游戏就没法玩了 嗯 这盘要看维鲁斯 已经把小人刀摸出来了 他的下路一个对线强度 后面如果能先把轮子妈耗回家的话 那第一条小龙的一个控制权 还是掌握在红四方的手里 这插个眼 康尼看到这个真眼 把这真眼排掉 还差一点点尖 排了眼还差最后一点 一般在这个时候 我推进去中路蹭点 蹭点经眼 蹭经眼 蹭点到六 先在这边也快了 康尼打法非常干净 一般来说的话 我就在旁边假装反蹲一下 然后把经眼蹭一点到六 下好像刚好刷了一个魔爪哇 刷完倒六应该是可以去干净一波 下路刚好是ADC倒六了 这一波配合 盲仔他来了 盲僧是先倒的 盲僧先倒六 不过西外这里因为用打笔开始推陷了 但是估计这个蝎子刷完了之后 应该第一时间也是要来下路的吧 要嘲讽的话要直接先嘲讽两个 皮眼灵是有治疗的 皮眼灵 皮眼灵这个位置太靠前了 皮眼灵 这个话闪现 嘲讽是被盲僧给阻掉 皮眼灵脚闪现往后撤 轮巴已经把医血拿到了 而且 大招是拉中了盲僧 然后被拉回来 对这种人头是康尼拿下 是的 做了一波人头的交换 一般盲僧 一般来说的话 塔姆的走位可能要稍微靠后一点 因为确实 如果说AD被嘲讽到了 那他自己是可以吃一口 把AD保住的 但是确实 其实如果自己遭中的话 那AD是没法保护 也毕竟不是一个卡丽斯塔 是的 刚 呃 这个维鲁斯反应还是比较快的 直接第一时间交闪现往后撤 应该是杜朗护盾出来那一瞬间 他直接开始 他直接闪现走 是 发现形势不妙 然后 两个闪现同时进行 两个反应真的好快 但是皮眼灵的位置太靠前了 而且 好像也没开出来啥 嗯 这话如西安第一件 来了一个隐魔刀 是 但是下路隐魔交换 因为打野的一个阵亡 下路还是直接下半区把这个龙给控 第一条火龙被老哥爹打倒 而且这个时间点非常微妙 老哥爹控这条火龙是白控的 他控下之后是没有丢霞骨行风 霞骨行风还没刷 嗯 那时间非常早 第二条刷了个水龙 白转 蝎子很舒服 蝎子蛮喜欢这种节奏 但是第一个人头 这一波我们要注意一下 是有可能月塔的 这波冰剑亲进来 车里子开大招接点燃 然后芒僧直接踢到墙 哎 戴卢先来了 这波开车 直接地圆地 车没有开走 射枪洗礼配合车里子的一波伤害 大招加点燃加闪现 就开始说的那一波 是直接拿到了人头 而且这波车里子打人头还挺不错的 是的 而且这波是没TP的 没TP那应该就是两层塔皮加一波线 两波线 一波半 下一波也要进来 应该能清掉 而中路的话 燕是没办法碰这个塔皮的 燕的发育还是不错的 因为卢锡安去上路干克这一波 也是没有办法在中路继续把兵线推进去 车里子是真的有点稳 因为他知道自己没有闪现 然后也没有大招 他直接塔皮都不吃了 但是这波线瑞兹还是吃不到 嗯 少一层塔皮 对这次来出来是比较舒服的 现在的话 Lice这里TP可能会形成一个差距 他有个TP差 车里子的TP 比他好的稍微慢一些 下一波看Lice的TP 能不能做到一些事情 罗兹妈做出来蓝切了 刚刚因为被塔姆一手头留住 导致回家速度有点慢 但是有炮车也还好 不过这里有个爆破 因为毕竟是点了 毕竟是点了一个守护者的 两层看看有没有 有没有 再一下 不可以了 差那么一点 稳健一点 稳健 下路所有技能都没有 而且西游尔确实倾限很快 但现在才10分钟 等下一波还是有机会 而且这个眼位 查得很鸡贼 嗯 Lice现在上路就有点糟重啊 本来是一个优势线打成 背一波三包一 现在优势就没有太大了 这波三包一 其实有一点点不谨慎的是 应该是感觉中路没有给到信息 要不然他应该直接就走了 或者说给信息给太慢了 因为他那个时候明显是 有感觉想要开车走 但是因为凯南直接闪现过去 大招留下了 嗯 阿卡丽手上握着一个蓝buff 啊 这里这可能是有点危险的 他如果稍微靠前一点被拉中 应该就没了 这里闪现 这闪现走 一闪 一闪溜了 卢仙的一闪 这个距离还是拉的比较大的 对了 这来的话中路闪现换闪现 确实卢仙不好动 卢仙只要有位移技能 这边的话 除非他贴草真的贴的特别近 然后现在闪出来 才能直接拉到的 哦 这里闪现 哦 这里急跑大招换了一个 换了一个技能 但是他要不要这么怕呀 塔姆就在身后 稳健吧 感觉应该不会被秒 这的话车底子是用闪现大招换了一下 这些神像系里扫一套 应该是 塔姆在前上下到一个半血 回头定住 被秒了 被秒了 回头继续打一套 这个位置交一个闪现 也拉一下身位 不过这的话 感觉佳亮不太能走了 加辽被拉到人群之中 赖死收下了人头 而且这一波 上单车底子是没有大招的 没有办法进场呢 这个狭五先锋是稳稳的被老干爹控住 老干爹这个节奏还挺不错的 这个稍微偏发育点 他是拿到了火龙再加一个狭五先锋 这前期一龙和狭五先锋能够同时控住 其实现在比赛里面是比较少见的 而且我觉得危机他有一点 他如果真的想打 开始那波上单的闪现加大招 不应该放了 没舔到 上路可以尽情吃塔皮 直接吃个 应该是可以吃个浴血塔 不到13分钟的时间 这个时间点狭五先锋放出来 能够把第一座塔的塔皮全吃到 其实也是满转的一件事情 而且现在在过个大概7分钟之内 20分钟之前 这个路线战斗率都很差 因为他先出了一个水银世带 活是能活 但是也没啥输出 并没有什么输出 他第一件 小萌刀加上水银世带 这太稳了 这一波直接升枪起礼 打一套 车底子之力完全没有威胁 而且他现在没有大招 没有闪现 进不了场 然后这些的话 这也是没有办法 因为他开始在中路交了闪现 他一个几年拉不开 拉不开瑞兹的一个最远距离 而且现在刚刚在中路 比特努仙的一个闪现 这一波也看到了作用 如果有闪现的话 这一波好像有机会走的 差一点 现在 而且赖斯有一个人头进账 把装备补一补到 就能担心打凯南了 现在想一想 刚刚上路 赖斯的直接往后 非常非常果断的闪现 有他们的情况下 还要闪现 应该是为了打这波团战 如果他刚才那一波 被击杀或者血量很残的话 这波是有点难接的 是的 估计下午前锋要直接放 很有先进之明 但是车底子 刚才那一波闪现大招 也不能说做的不正确吧 只是说如果留下来 会更好一些 如果留下来 基本上打残了 这一波下午前锋就是他们的了 嗯 瑞兹在上路这个位置没有闪现 赖斯这一波如果在塔下的话 是有可能被击杀的 要稍微小心一点 波炎直接踢在墙上 一个Q技能接上 身上锡里一个Q 见识摔了这个人头 为什么受伤了总是他 这 反手下路控这条水龙 总感觉 瑞兹其实很怕这种节奏 瑞兹一旦进入这种节奏 他担心打不了优势 但是老汉兹就有点难玩 而且瑞兹他如果就是 在这种强控的情况下 没有一件绑瓶装的时候 是非常容易受到针对的 这样我们昨天在看 小虎中路拿到一个瑞兹的时候 其实也是频频受到针对 嗯 踩一下这边的一个祭坛 阿哈利来这里 就消耗一下 烟雾弹再消耗一下 谁直接被逼出一个大招 被援住了 但是后面有一只蝎子 蝎子拉住 过来 他打一套 旁边为了求稳 还开车带人过来 好抓鞭 但是 确实老汉兹这种抓鞭 鞭带确实厉害一点 但是因为尚丹瑞兹 已经比较惨了 所以要抓鞭的话 就只能抓这边阿卡利这要钱 对 而且康蒂 最后这一手蝎子补的 其实让他们抓鞭更强了 本来我们在想 如果补一手孟魇的话 那种双抓鞭 其实想想想 没有这样稳 嗯 这种是一个稳定控制 孟魇那个不太稳 对 而且这其实也算是一种保障 孟魇那个打团 如果进场的话没有那么好活 现在有一个蝎子的话 起码还有一个 小的抓鞭能力 毕竟蝎子是个轴舞 嗯 这些选手目前 发挥也是挺好的 嗯 可以像出来了之后 也开始疯狂的带节奏 这波回家 应该是可以稍微补一下装备 孟魇现在 在我们9.2版本的一个绝唱当中 还不是很厉害 真正更新到9.4的时候 虽然说有一定程度的虚弱 但还是一个非常强的角色 哇 这打一套 嗯 打出同人A三下 然后破败加一个 这个加强的WQ 直接打到残血 激草激草 这确实Krama 很有细节的一名AD选手 如果说开始 泡芙异技能没有放好 然后Krama直接大招中了 但是有可能直接造成击杀 刚刚维鲁斯 如果R的话 有机会 应该是能直接逼闪 对 应该直接逼闪 维鲁斯大招反正前期 也没有那么值钱 再说他带着终极猎人 大招好的还是比较快的 对 打一套 现在这个单线瑞兹的优势已经没了 对 巴士很痛啊 因为水银鞋 然后再加上有一个火焦带 还加点血量 是啊 瑞兹也得赶紧把魔抗提一点点 血量推下来还是很快的 中路一直推 这样不给Krama消耗的机会 Krama 现在的装备还是不足以支撑他 就是起来秀的 还是要把两件套给做出来 这边消耗一下 王森就在旁边 X过来了 有点想上 有点想上 但是憋住了 憋住了 我感觉他应该是没有算好 卢星安这个虚弱的时间 感觉上了被套一个虚弱 自己还挺伤的 刚才上 就是 就算有机会杀的话 也是一个换 而且好像是在 红buff的外草 有个眼位 应该是对王森有察觉的 是 暗森就在旁边 蝎子 蝎子也在旁边 来了 这的话稍微拉一下 能量不多 这个开车被打断了 直接打出了一个隐魔刀 或者拉一下 这个位置 拉到是一个盲森 但是两位都没有走 这几下 闪现一个Q 这边是收掉了盲森的人头 不过旁边 这个凯南过来 还有一个大招 是收掉了阿卡丽 闪现 卡在这里想走 旁边有个塔姆可以接应一下 但是塔姆旁边 塔姆旁边有一个男方 是一口可以闪现下龙坑吗 这好像是换了 这败了败了 这个再见了好像 这个应该是准备分配一下人头 等会儿 还有一个治疗 塔姆是有治疗的 可以抢救一下 大家能动一下 一Q 一个加强的Q 这边Kram 塔姆是收下了J的人头 是塔姆二度开车直接过来 二度开车 B南风走了 B南风走了 看这波打得非常混乱 感觉两边想要包夹又互相包夹 没想到这个Lights的TP 是关键的时刻救了 在这里打野 虽然打野没有帮他 但是他还把这边的Khandi给救下来 这种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还是 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对的 毕竟如果我是那个塔姆的话 刚才估计就卖了 塔姆就溜了溜了 然后向他也别叫TP 上来继续带 因为后面有一个潮讽的家里奥 他当时如果真的是铁头去救的话 是有点风险的 所以说沟通了一下 你从红Buff侧面绕过来 然后我从上面来接应你 而且皮眼里是守护者 他是没有带起蜂蜜旗的 他也没有进化 大哥大哥大哥 兄弟 你注意一下 不要急嘛 披萨员送披萨的 所以就一般先送 先送完再 先送披萨 然后再去拿红Buff 对 先送有点奇异 现在再来吃个红 对 这好配送人 五星好兵 来了 看一下这一波 哎 被打断了 哎 这脚底直接拦路 这的话这里是打着 推一个隐魔刀 所以第一时间 这边燕没有斩杀掉 但你杀掉之后 然后金身躲一下 康蒂这一波非常非常清醒 直接隔墙闪一个很厚 很厚很厚的墙的闪现 这车祸现场 是的 经常车祸 是一个事故多发地段 他真的好肉啊 这个时间点 凯娘打他基本上不怎么掉血 然后这个时候瑞兹本来可以打二塔的 真的是不抛弃不放弃 兄弟就一手 哎 一个Q技能 加强Q是收掉了这点人头 一松是19分钟 跨20分钟的时候 老根迪尘拿下平场比赛 第三条小龙 土龙 小龙空的飞起啊 20分钟的时间 已经是三条小龙到手 三条不同属性的 而且维洛斯两件套加攻速企业 也很棒 蝎子救赎也做出来了 那蝎子和奥拉夫拿出来了之后 基本上对团队的增益都比较大 嗯 这种救赎嘛 嗯 辅助应该 平衡灵这里再赶一个骑士 骑士之势 来斯这里感觉是要打单线更多一点 所以选择要再下一件做一个女妖 这是个不错的选择 确实因为危机这边的先手没有那么多 他只要女妖挡掉第一次的技能 那他是可以直接走掉的 但是因为老干爹现在有一定的优势 尤其是C位 两个C位发育都比较肥的情况之下 他们是可以接团的 而且我们来看一下经济的领先 中路可能差不多 但是在AD位置就比较明显的 有1000多的领先 这毕竟是有吃医学塔 还有塔皮 然后再加上一个人头进账 还有一个点位是上路 上路在连抓了两波的情况之下 备受针对 目前经济竟然还是领先一点的 嗯 对 现在开上笑他脸了 现在老干爹是有 比较看好老干爹获胜 百分77了 如果说老干爹 现在继续做分带的话 维基会非常头疼 他们这种抓编不厉害 但如果说是老干爹正面去接团 维基有机会 不是完全没机会 有一个问题 就是维基现在只有中路的颅仙 身上有一条水银石带 剩下的人辅助有一块表表 别的就没了 这个被蝎子拉的话 或者被维路斯R 但我们也得考虑一点 其实就是说如果他 西卫尔的话 他有一个护盾 然后再加上一个大招 有点有点危险 这里大招命中 这个位置要拉南风 南风这里好像有点难走 被拉回来 我刚想说 如果说拉其他人 佳辽可以给大招 就是佳辽不能被拉 但是佳辽就算 但是他要做视野 他要做视野 没什么办法 刚刚这个位置 直接被阴死了 就两个大招直接扣上去 不多说 人就没了 我刚想说 其实就凯南 以及这边盲僧好拉一点 因为拉中单有水银石带 然后AD的话有一个盾 一般来说的话 拉其他人加撩头给大招的 而这个时间点 如果不一起走的话 就会出现这种问题 就会出现这种问题 除非是你路仙 路仙也不能一手进去 做视野 这个阵容 现在打龙会稍微快一点点 因为他现在装备成型比较多 而且他实在不行 他可以偷 偷完之后开车走 这个时间点还是有一定能力的 开车用法其实很灵活 你是可以就是说 在中路逼一波线 把线逼到二塔 直接开车 然后五个人去打龙 也可以说直接偷龙 偷完之后开车走 两个单人线 是直接一个管上一个管下 这个时间点 把两路的兵线都推过去 然后再回自己的野区来吃一下 可以看到现在 红四方的野区里面 是完全没有蓝四方视野的 就是视野已经被压缩过河道了 那下一步应该就是大龙窟附近 基本上战死了之后 反正这一盘中期格局就很好打开 还是贯彻分带 分带是几乎算是稳定版 因为没有什么特别好抓边的英雄 就哪怕加利奥下来 他也不能够对这两个边线 造成实质性的威胁 因为现在第一时间 如果说赖子想打 如果说那边车里子想要交控上来 他女腰一破他直接往后走 然后这边阿卡利是什么好事 再说这种先手能力 就先手控制非常多的阵容 你如果说把一片视野控死的话 那基本上队里面至少有两个漏点才可以 两个蓝视频 才赶过去作业 这里想要来抓J 但J身上是有一个水仪试带的 好 幸福二选一 左边是蝎子 右边是阿卡利 不过他有水仪试带 这个地方也不太好动 不不不 这应该是应该是难的吧 因为之前我一直觉得挖掘机是 挖掘机是难的 等一下挖掘机是一个磁性 对 磁性 女王之怒 下落已经大二头了 还有霸气 诶 中路找个机会 这边威露斯好像是 这边好像是皮眼灵没有宝盗 还是是已经用过了 那这的话是用一个人头 加上被芒松 被芒松踢回来了 芒松踢回来了 芒松这边是闪现和R都用 闪现大招都用了 虽然皮眼灵是交了双招 但是没办法 这边没有宝下困难 人头好像是给希悦尔拿到 但是有点奇怪 这一波因为下落瑞兹 把兵线带过去了 所以说中路这个人头 砍得有一点干燥 腰打起来了 野区里面现在是少人的呀 老大天 这一波依然是给了一波机会 开到这个位置 康迪还在最后一次 却交了一个闪现 直接走 这的话闪现过去皮 没有人头 Q几能刮死 瑞兹这个地方 闪现过去A下包着果实 还没有剩包着果实 直接给N掉了 我严重回忆 这是直接的自动 他应该是过去 他想就A下地板 A下地板结果没想到 A到包着果实 不是这个时间点 就是你可以在少人的情况之下 去守线 但是没必要去野区里面接呀 而且确实正面是有可能给机会的 毕竟有凯南 这一波下路在2塔 中路给机会 然后下路支援过来 然后在野区又爆发一波 老干爹这里 十把前机游是全部送掉了 你看 他这个阵容握着土龙 本来说是真的很好打的 开上销 这里给到了支援 再把这个核心给空下 回家做下装备 凯南这不是怎么回事 我比较想从中路那个地方看 想抓这个 想抓这个凯南 拉回来了 但是没伤害呀 你差一个维鲁兹 维鲁兹这个时间点是核心伤害点 剩下这几个人 我们看一下 这里是一个单房 中单单房圣单 这在旁边是死死看住了这边的一个瑞兹 甩线 不是 关键问题点是瑞兹在下路带线 然后中路打起来 他直接从后面绕过去 本来想限制一下 就是C列的输出 结果自己被包了 毕竟五打四嘛 刚才是 老人爹这一波优势全送感觉有点伤 但不是说这波送完就没了 他们还是有取胜机会的 这一波看能撑多久 他如果说外塔掉太多的话还是太难 刚刚这个千不该万不该啊 铁兹直接吃住一个人 飞到了这个车里子的身边 嗯 带头冲锋了 炮斧现在是三件套 然后再加上一个水晶试带 这种出法感觉有点不给老干爹机会啊 如果现在老干爹外塔丢的太多的话 危机待会儿可能就不给老干爹编带机会了 我看这里每次要管瑞兹就要 喊两三个人过来 但瑞兹就可以轻松走掉 因为他们没有什么态度抓边际呢 看到 直接开车走 贼文 只要女妖背后那一瞬间他直接开车走的 嗯 下路的话是凯南带了一个伊塔 那凯南这一盘比较舒服的一点是 他不是特别的需要做金身 嗯 因为对手这个先手技能 比较 比较多的情况之下 而且基本上都是魔伤 所以说有一个女妖在就足够安心了 这把X是真的很需要他carry 因为他们这种开团确实真的不多 凯南一般如果真的在正面进场的话 是很有可能要被控住 或者说是被定在原地的 嗯 还可以凯南配伽利奥嘛 凯南配伽利奥 对 但是凯南配伽利奥 他需要有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的绕后地点 如果没有的话就依然这个盲僧吸回来 如果说在正面我盯着你 那老干爹其实很难被开到 在这种情况下就很看盲僧的一个发挥 刚才就是在中路一步发挥嘛 老风还在补第二件辅助装 哎 现在还有一分多钟大龙buff时间 危机找到一波机会是选择要推这个二塔 因为上路自己的二塔被推 那肯定要一眼还眼 反推一个二塔 这波反推是让自己赚了小三千的经济 老干爹反正真的不接 因为他知道这边没那么好打 让瑞兹继续去带 瑞兹现在实际上是有踢的 有踢的 而且没有人在他旁边 不过他也不太敢带 这不能带得太深 这个地方 这边要看到足够多的人 中路二塔也是被推掉 现在老干爹情况不容乐观 外塔被推的太多了 交替回来了 交替回来了 这个中路有点降手 我感觉危机也没有那么想推 因为只想逼个人回来而已 逼回来了 他们这个阵容如果真想越塔 是不太现实的 因为他如果真的越塔 自己阵容比较脆 直接是有可能在塔下被打一波小团灭的 这个阵容越塔有点勉强 但是分推还是可以的 现在在正面给点压力 也让凯南继续去推 凯南这波上路带完命线 直接来正面 瑞兹这波回家 把自己的法创棒补出来了之后 直接开了个车过来了 危机还有稳 这样比赛对于他们来说 也是非常重要 应关乎自己的第二胜 这样就对了 他们如果刚才想要拿更多的东西 上去推水晶的话 是很有可能被反过 危机还是更清楚一些 自己阵容他的强势点在哪 他这个阵容是需要 就是说来找机会来逼的 就正面五个人在前面逼 而老干爹是知道自己要分带 只是说没有贯彻好 卢兹回家把自己的 终于把自己的两件套 核心两件套做出来了 就对比一下吧 不和对面比 不和别人家的孩子比 和自己家比一比 看看自己家ADC四件套 还挺扎心的 补刀有点多 补刀有点多 对 328刀 毕竟他们两个的赏金也不一样 这个轮子妈现在价值1000块 卢兹得是三个多卢兹 才能顶上他一个 卢兹现在就是要选择做春歌甲的 因为他也知道自己是输出核心 下一条水龙 老干爹是完全可以放的 因为自己控四条小龙 让一条给维基没关系 维基自己也没小龙 拿一条水龙也还不错 关键这个水龙 现在他们也没有什么能力去争取 老干爹现在很难受的一点 因为外塔掉太多了 而且他中路还掉了一路高地 中路是掉到了高地 上路的话掉了二塔 下路掉了一塔 外塔掉这么多的情况下 现在轮子妈只要在中路一直推线 那中路首线的那人一出现 旁边一直可以编带 这开不到轮子妈呀 他们说这种单带比较厉害 但是现在丧失了单带权 整体被推过来了之后 河道基本上也被控死了 全是蓝色方的眼 下一条大龙 下一条大龙可能都是两边的机会 五十秒 老干爹的机会 可能说老干爹的机会更大一点 因为危机这个阵容打龙没那么快 对 而且他们这个阵容 因为没有坦克打龙比较伤 所以说老干爹如果真要打的话 他要等这个龙大概三分之一血 然后直接下去抢 或者说是就直接打一波 直接打破团阵 而另一边危机就是 他如果真要打 他就要么打完走 要么就不打 先手针对到盲松好像有一点机会 嗯 惊了 老干爹 这直接五龙了 不愧对标是龙 现在直接空了一股五龙 巴士啊 为什么这个龙他们刚才不打 盲松其实可以所有的 蓝色方在聘大龙的信号 但是刚才大龙距离时间其实蛮久的 完全可以把这个小龙打了 而且他那边视野没空太多 那现在五龙在手 这老干爹 团队 空到了第三条水龙 团队 团队其实是也没有空态度回来 团队已经抓到自己的春歌甲 那这阵容往后拖 如果真的拖到远古龙的话说不定啊 直接圣枪洗礼了 塔姆因为回头舔了一下 回头这个位置拉过来了 拉过来了 盲松 但是现在海南天风地裂啊 这一波天脸滚混混进场了之后 直接一波要打赢了 打出一个春歌甲 这个位置 Krama站起来应该也是要动作 也交了一个闪现 轮子马疯狂徐徐 现在只剩下Krama 再往反方向逃 闪现一Q没中 那应该是可以稍微拉一下 感觉 老干爹还是在关键时刻出了点小漏子啊 哎 这个位置回头继续打 被炒恐到一个Q技能 这个位置Krama 两个都要杀这边 杨刀叠出来了 而且 Krama有单飘跃波 平A一下躲掉一级的单杀两个 休起来了 但是这边有一个速度非常非常快的凯南 看一下 这里还要一直平A 再A两下 凯南想想车里子 这是真一打三啊 还要来 这里 家里面两个人 阿卡丽好像守住了 回回家回家 车里子还在找人 还有最后一次 这里卢西安还在最后一下 这边的话 阿卡丽在家里面杀人了 这个卢西安 没了 你杀掉 两边在这里 哇 老干爹是真的 能创造奇迹啊 双方一波 你来往 危机是把自己的大勇士给浪出去了 而且后面 轮子妈被维鲁斯包了 这里怎么会有一个维鲁斯呢 哦 轮子妈还是棒棒的呀 维鲁斯这边被打的 皮鲁林把他吃掉了 但是反手过来 这个大龙怎么说 有回复能力的 开始打了 瑞兹开出过来 老干爹打龙很快 老干爹打龙很快 而且还有一个水龙和 水龙回复和一个 这边土龙的架石 皮鲁林的卡位置 这边先舔一下 反手拿大龙 你看 现这种情况之下 VG因为一波团战的 一个小失误 一个大失误 被老干爹反手 把大龙拿了 这一波终极失误啊 自己明明是 有这么大一波机会 野谷要抓一个AD 抓完之后被双杀 而且上单还没抓死 这一波 快要把预定了一个VP 无论是MVP还是SVP 看看这里 这边康蒂是把蒙森给拉回来 但是正面 他现在只能拉 只能拉蒙森 因为这个蒙森 只有一个破损的秒表身上 但是凯南这个进场 这一波团战因为走了一个 走了一个春歌起身的维鲁斯 然后维鲁斯竟然在讨论那么久 我们讲道理 这波镜头放完 我们一般是觉得 VG应该是拿大龙 然后进行一波推进破个三路 没什么问题 然后结果没想到 镜头一回老干爹拿了大龙 一个崭新的大龙buff 在身上挂着 而且拿了这个大龙buff之后 这个下条远古龙 他们也有了打的资格 现在压力来到VG这边啊 因为他们没有空一条小龙 老干爹五条小龙 如果远古龙给老干爹空下来 大家感觉VG就可以直接被一波平推了 因为VG这个阵容 他在塔下开团的能力没有那么强 找失误 找失误是真的找到了 哇 关键是刚才那种情况之下 芒森和伽利奥去找一个残血的维鲁斯 被双发过 被双发过 真能秀啊 怎么这么能秀 现在他也身价暴涨 750了 这750的一个赏金 下路阿卡利带线 老干爹现在终于知道了 我拿优势 我也不给你打了 我带线 131嘛 这边有塔姆 如果真的要 就是说如果真的要杀的话 直接吞一口 然后塔姆可以卖一下自己 把Proma保下来 塔姆可以主要盯着阿卡利这条路 毕竟上路这个瑞兹是有车开的 而且现在也比较肉了 水岩鞋 大天使还有一个护臂 而且现在中路慢慢推一下 这个位置直到 一脚踢空 看谁说了 确实危机这个阵容 先手没有那么多 守着兵 但是轮子挖来了 下路已经逼到高地了 二塔好像以下两下 点掉了 炮车很给力 虽然西威尔清线依然很快 但是没什么办法 他只清中路线 上下两路的压力太大了 再加持下大龙buff 下路 阿卡利也带掉了 这直接两个炮车 卢西安这个时间点 两个工程兵是直接把这个高地塔给破掉了 而且这边进行了一个12分推 上路也带掉了 老跟爹思路忽然变得非常清楚 就知道一直带线 每一条路都有成果 而且现在主要是 他可以不带了 他现在可以立马把兵线推进去 然后去转圆古龙 圆古龙拿起来老跟爹可以平推 嗯 圆古龙马上刷新了 或者老跟爹更稳一点 他是直接先把威尽的人逼过来 让这个瑞兹丹带破一路 他可以破两路 中路甚至也可以破 我们得注意 踹到了塔路 威尽得注意 这波圆古龙不成 他是要被偷家的 现在 但是现在直接要先手打 呃 老跟爹其实可以不用先手打 因为这一波 老跟爹把人逼过来 维鲁斯可以过去偷家 还在来还在来 家里面有一个车离子在手 威尽怎么办 回家手 这圆古龙没了 圆古龙没了要被平推 哎 家里面打起来了 打起来了 两个大招也开过了 那这个圆古龙要让 踢了 这边提P了 维鲁斯直接提P 好像没人办法 防守回的太慢了 两个人可以直接一波掉 哇 现在分屏 但是家里面这边能不能推掉 哎 有点推不掉啊 这 好像 但是反手 圆古龙这边呢 圆古龙好像逼得不及时 打得有点慢 这个塔路 拼命用舌头舔这个圆古龙 这里看一下圆古龙能不能拿下来 跟时间赛跑 但是反手 有一个鲁斯拉招 一板TP 这个位置 轮子妈踢过来 开始拆了 你防唱个板 我登场 这个位置 直接拆一个梅亚塔 阿卡丽出来 但一个人推不掉啊 来了 而且水晶复活了 这个位置泡芙能不能活 后面带人过来 泡芙前上有个春哥甲 过来 打出春哥 轮子妈这不怎么说 一千块的人头 六棒零 要交了吗 哎 疯了 没中 一发平衛 一千块到手 哇 这边 两边 打得实在太激烈了 两边AD 这一波 有点像 有点 就是都是 同样的剧本 都是偷家的时候 然后被杀的 是的 这一波实在打得太激烈了 而且双方都是 今日不宜偷家 今日不宜偷家 今日确实不宜偷家 而且双方都是动脑子大游戏的 就知道这波不好打 或者说这波远古龙接 有可能要被偷家 所以他们都是先提前预防了 像阿卡丽那个位置 他知道两个人可以拿远古龙 他直接念了一个B回城 好一句神仙打架呀 不过这一波还是得注意啊 因为老干爹上单还要TP 我们看一下 开始这一波 两边上单 你来我往各打一波 这个时候感觉 所以维鲁斯TP其实可以正常 他应该是叫维鲁斯说 这边车离子大招已经用了 赶紧过来跟我推吧 但是 后面人太多了 对 他们其实没有发现 因为正眼远古龙那边 已经没有到人了 这个远古龙Buff 老干爹只有三个人有 但是阿卡丽有的话 还挺不错的 可然吧身上还有一个春歌甲 但是这一波轮子妈 是没春歌的 轮子妈没春歌 挺伤的 而且没双招 感觉老干爹如果这波拿下大龙Buff 就可以真正的平推了 这个轮子妈是多值钱 他死了一次 从一千变成950 当然很值钱 因为他补到比较多 而且再加上开603的一个人头 十秒钟的时间 大龙又刷新了第三条 主要是我感觉老干爹 已经吸取教训了 这波我感觉 他首先可以接了直接 瑞兹开车走 或者还有一种打法 瑞兹现在在下路 或者还有一种打法 就是他逼一下 逼人过来 让瑞兹再再一路 完全没视野 放了放了 争也不争了 争也不争了 直接打掉 放了放了 那这波打完 老干爹可以回家 大谱一下装备 这波十拳大谱 多路甚至可以抽帽子 帽子呢 帽子没出来 但是 还是个大棒 车里子很孤单 在家里这里 这单房 最后的守门员在家 车里子不敢出去 万一出去 他不知道这附近有没有眼 他要是真出去的话 就真变成车里子了 这个时间 左右横跳 反复横跳 不知道这附近有没有眼 因为现在没有梅亚塔 而且也是被破了一路的 仍在左右横跳 或许他需要一个扫描 他现在已经开始绕住而走了 秦王绕住 两根鸡腿在身上 他这两个鸡腿 是 左手一根 右手一根 或许是前刚刚好 这没办法 因为下一波 几乎就是最后一波了 这还在横跳 疯狂横跳 但其实老跟爹 也没有那么多的小心思 两边双单差不多 这个瑞兹永远都在这个位置 对 他一直在下路带 还在横跳 导播好坏啊 要不我们来个封键 最后的守护者 这是有形的守护者 是 现在进行三路的一个分推 王苍在找机会 王苍在找机会 中路其实真守不了 哎 这里燕被套了一个虚弱 但是卢仙被打残了 而且下路被破了呀 这感觉没有办法了 要被破三路 破三路在大龙骂虎推进 这个时候危机最大的敌人 是老干爹的小兵 是乐观家族的成员们 哎 上来击了 但是踢到塔姆肚子里头了呀 直接回身开舔 这个位置 XR没什么太好的办法 回头凯勒开出个大招 但是没有办法呀 这里 要带着走一丝血 开出一个精神 防尊战争阵亡 基地已经没有多少血了 这个地方 一直平安一直平安 老干爹 老干爹 一破三折取得到了 这一局比赛的胜利 真的很不容易很不容易 抓到了VG 在优势时间的一个大失误 我们也真的很少看到轮子妈 在这么顺的情况之下 被终结掉比赛 这一局 不多说MVP可 而且这一波感觉 车椅子在那反复横跳 没有办法呀 只能自闭 在那位置不敢出去 他一旦出去 就三路都有手线 然后下路 阿瑞兹是在性上的 剩下两路如果随时 就走过来的话 可能要被偷家 而且最主要一点 对面有塔姆 塔姆可以直接开车过来偷 是真的有一点点自闭 我们来看一下 这场比赛的 41分20秒 然后 这个竞技曲线就是一个新电图 五条小龙入手的老干爹 这都 上方AD打的上下都非常高 关键这个新电图 它是上下都差不多的 4.3 3.3 可见战局多么的胶着 就领先也没领先多少 两边的AD在最后 轮子妈还是输出略胜一筹 略胜一筹 这边是这个赛季老干爹 逃到一个神仙AD Krava这场真的是独自carry 那一波如果没有他的一个1打2 感觉这场老干爹就没了 对 你看这个数据板 它像不像一条口波 好 那这样的话也是 那一波为什么这么强 因为炫弧神装第7件 战马能量不到现 欢迎大家来到京东上城搜索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GetL票同款的能量神器 用满满的能量carry全场 那这场比赛结束之后的话 也可以像Krava一样棒 对 那这场比赛结束之后 我感觉双方都值得反省一下 危机神也得反省 那一波野斧不追 打大龙很好很好 因为那一波我们想想 Krava那个位置 他是在草丛里面 念那个回程的 他念一个回程就直接 我龙 你们拿 我就走 拜拜 然后在老干爹这边的话 就是他们优势的时间点 认清自己阵容的情况之下 是不是应该在先行 少掉AD的情况之下 还去主动开那一波 去找车率子的麻烦呢 其实如果没有那一波的话 他们可能半小时就结束了 这两人太铁了实在 就开始那一波 Lex明明可以不救的 然后那个时候 他偏偏要交给TP下来 把坑给给救了 然后后面那一波 就是他们在野区打起来 他直接要绕过来 他自己就如果要走的话 拜拜 我也可以走 但是他还是过来救了 但是那一波就最无诈了 哥俩感情好吧 哥俩感情好 救一下 救一下 主要是怎么说呢 在后面的话 我们也看到了非常精彩的 两边的ADTP偷家 然后双双被杀 第一时间凯南开大招 然后那个时候ADTP可以直接过来偷家的 因为那个时候 来得慢了一点 他当时如果早一点 就凯南开大招 第一时间他直接提过来 我感觉 他要么就 他要么提早点提 要么就可以不提 因为那个时候瑞兹单拆 都可以把第二个门牙拆掉 然后他感觉就是 踢的时间有点晚 然后他如果不提的话 是可以保个大龙 保个元故隆buff下来 是的 而且在反手的话 我们看到轮子妈去踢的时候 他显然是忽略掉了阿卡丽这个点 而且他踢过去 其实插一个门牙 对他们来说不是特别有意义 而且那波兵器其实不多 他如果能推掉一座水晶 推掉一个边路水晶的话 倒是有点作用 就如果破两座还行 就起码兵器压力 自己这边是被破了一座 那他起码缓解一下兵器压力 是的 我来看一下 你的选手势力值 这选手擅法生存性路线 是达到了非常多的一个支持率 那上单车里子的话 表现也非常好 最终的守门员表现 那波是帮助危机 撑过了最艰难的时期 是的 最主要的一点是 对面有塔姆开车 瑞兹开车 他不敢出去 他一出去就要被透了 所以他只能守着自己的基地 最后的守护者 那天眼灵这场的粉丝贡献榜 还有第一名 第二名是康底 第三名是燕 天眼灵这一堂不错的 天眼灵这一堂不错的 除了那波有一点冲动了 中路那波不怪他 因为人是被R闪 我觉得 所以他没办法绑下来 是R闪的那个 我一直挺想看镜头的 但是后来没给 有点可惜了 大家也可以多多猜 我们的粉丝贡献榜 因为那波R闪回来之后 后面那波团阵更重要 打完之后就直接丢大楼了 我感觉这场两边的失误都有 都值得反省 但主要是 危机他有点上头 对 感觉这个野斧 确实伤害没有那么足够 而且确实Krama厉害 他知道第一时间 我稍微躲一下 然后我再先杀盲僧 盲僧主要输出 躲完之后 他还躲了一个正义冲拳 这边感觉就南风也没抢到 是的 而且说实话 在轮子妈那么肥的情况之下 他们本来就是一个打团阵 围着轮子妈打 其实很好打的 对面单带 你只要空到大龙 以及小龙的资源就可以了 第五条水龙 我说实话 不是特别清楚 他胃装要放掉 那个时间点完全可以打 但回溯起来 这个水龙无关紧要 是无关紧要 对 他们哪怕拿到后面 不会决定比赛的局势 就是这个 也不是说拿了一条水龙团 什么之类的 就是说能打赢 只是说这个水龙 会放的有一些奇怪 对了 有一点点我法理解吧 我们来看一下这场MVP MVP 玉点Krama 523 其实就是这个数字不是很高 但是这一盘确实打得相当的精彩 第二次拿到MVP 这也不是说他不太 只要是因为老干爹 赢的没有那么多了 然后他5-2-3的一个战比 然后是一个40.3%的伤害战比 然后还有他拿MVP主要是第二次 因为奇葩的时候 很多时候VP 康蒂都能开入 很果断 他这一盘是选择带一个重任的 哦 这里 这里开始那一波没给你头到 你压上了 哦 跳出来 尽力了 尽力了 他吃了一个和Krama有点小 来 看一下高光时刻 1V2 这的话直接一个异性能 然后还秀掉一块秒表 可惜了 可惜了 因为我们的这个放不到那么远 如果能放的话 后面还有一段就是他在秀成立子 其实我想来讲 在从任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是因为 维鲁斯他像 他不像那种其他的AD 像C2什么这些 开AW这些弹射起步 他的功速非常快 他只要叠杨刀的 他现在从任 他直接A3甲杨刀出来之后 他非常 就A了三下快速叠 这样他只要再A3甲杨刀一出来 他的功速非常快 对的也给大家一个新的思路 反正维鲁斯这个英雄 大家其实用的还是挺多的 然后我们这一场比赛打完之后 首先恭喜一下老干爹取得比赛的胜利 然后马上就是两边的第二场 第二场的话老干爹也是主动选择的一个蓝色方 对的 期待第二场两边的神仙打架 那我们这边稍微的休息一下